想肿瘤复发 记住这四点 你都了解吗 门诊里有近一半的病人都会担心 虽然自己的肿瘤稳定了 但是会不会复发转移呢 其实癌症并没有那么可怕 也并非是不治之症 不要在四处的盲目求医了 治不好还浪费钱 找对方法 找对医生是很重要的 可能有很多朋友还不认识我 我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杭州市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徐伟 从医十多年 不为名不为力 只为大家的健康 在今后的创作中 我会更加努力的为大家科普 有关肿瘤方面的知识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怎么预防癌症复发转移 简单四点可以更好的避免 第一恶性肿瘤在做完手术之后 辅助治疗一定要跟上 可以采取中药进行巩固治疗 第二做好饮食搭配 保持良好和全面的营养摄入 再加上每日适量的身体锻炼 这样才能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处于最佳的状态 发挥防癌抗癌的功效 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防止出现腹发转移 第三学会适当的减压 尽可能的做到不发火 不急躁 不让那些不良的情绪影响到我们自己 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在我们对抗肿瘤的路上 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第四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尽量不熬夜 在中医看来长时间熬夜会损伤我们人体的精气 同时身体的激素水平 它其实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引起抵抗力下降 肿瘤因此也容易卷土重来 所以平时咱们要注意劳医结合 适当的运动其实也是增强抵抗力的不错的方法 我们下期见